夫人,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一路繁花 演播,一念成魔,呆小蕊 后期制作,记 第七十五集 经过了一夜的查询 陆赵颖吩咐人把事情查得七七八八了 拿到资料的时候,就连他也感到意外 谁 成俊放下笔,按了按太阳穴,语气不紧不慢呢 陆赵颖靠在一边,单手插兜,把资料往他面前一睁 你绝对没想到,我竟然顺着那人插到了徐家 背后这人跟徐家有点关系 徐家 成俊的身子往后靠了靠,敲着桌子,半眯着眼 徐老不是这样的人 当然不是,那只不过是跟徐家有点关系的一个小人物 哪里能认识徐老呀 陆赵颖笑了笑,眉眼挺狂 他也就跟小徐少认识 成俊看了他一眼,想了想名字,不太确定 徐妖光 就是他 不过,联系营销号本人的并不是小徐少 是秦宇,就是秦小冉的妹妹 估计是通过小徐少认识那个小人物的 陆赵颖都懒得记名字 胆子挺大的,可能没想到有人会去查他吧 陆赵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他们俊爷说这话的时候,眼底确实没啥笑意 证据都拿到手了吧 成俊重新拿起了笔 几张截图,外加转张记录,都在 陆赵颖伸出手,摸着耳钉,磨了磨牙 成俊应了一声,声音里带着鼻音 分两分,给徐老送过去一份,一份留下来 陆赵颖知道成俊的意思,打印出来几张,收好 行,交给我 与此同时,办公室内,教导主任对秦燃挺客气 昨晚已经有人叫热搜了,但总有几个知情的人在推波助澜 剩下来的事情,学校会安排好 高阳其实挺急的,本来找教导主任就是想把这件事的影响降到最小 却没想到,他还没开口,教导主任直接就安排好了一切了 他有些浪 教导主任只是温和地看向秦燃 呃,还有其他问题吗 他其实早就知道秦燃的存在 当初林奇拿过秦燃的档案给他看 那时候,教导主任拒绝了 没想到后来他竟是拿着校长的推荐信来得横穿衣中 又跟分楼城有挂钩 教导主任很难对秦燃不客气 秦燃抬起头来 说了声谢谢,挺有礼貌的 就是脸上没什么情绪 真是麻烦叮嘱人了 高阳紧帮着的神经一瞬间松开 连忙替秦燃开口 他就说嘛 秦燃这么乖的一学生 哪里会做这种事啊 砰 就是在这时候 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主任 我刚刚得到消息 人家风家家主 可能不认识什么高中小姑娘 女老师走进来 看了秦燃一眼 阴阳怪气的 你又在说什么话呀 教导主任头疼地按了下太阳穴 这件事用不着你管 女老师看着秦燃 一脸地嘲讽 我没说错 不如你问问这位秦燃同学 是不是真的认识风家人呢 女老师是知道秦宇的身份的 秦宇那样的人 当然不可能撒谎 那撒谎的就只有秦燃了 没想到他说完 秦燃并没有半点的惊慌 只是偏了他一眼 似笑非笑的 高阳有点搞不清楚情况了 怎么又跟风家联系上了呢 主任 女老师不再看秦燃 只是把目光转向了教导主任 秦燃同学只不过是借用风家人的名头 让学校帮他摆平这件事 他根本就不认识风家家主 这种行为 恶劣至极 教导主任脑门子一阵抽疼呀 他看向秦燃 放轻了声音 秦燃同学呀 是这样的 你能联系一下风先生吗 顿了顿 他又开口 当然 主任并不是怀疑你 有几个细节需要风先生帮忙 他毕竟也是当事人之意 微博那边 我们需要先做好防御措施 秦燃就站在原地 他偏头看了眼女老师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笑了笑 又点点头 行 依旧不慌不忙的 女老师看到他这样 觉得有什么不对了 却也想不明白 只把自己的手机递过去 等等 我搜了一个号码 你打过去 他把手机拿给秦燃看 秦燃没有抬头 只是将手里的手机转正 划出了通讯录 从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当中 找到一个名字 女老师凑过去看了一眼 是通讯录 看到上面显示着三个字 风楼城 装得还挺像啊 女老师并不觉得秦宇的情报有误 又急着拆穿秦燃 直接开口 四朝四讽的 连风家家主的私人号码都有 那你现在打吧 秦燃没理会他 直接点开了这个名字 两声 电话就被接通了 风楼城的声音传来 秦 封先生您好 我们教导主任想跟你说几句话 秦燃直接打断了他未出口的秦小姐 那边的声音顿了一下 好 你给他 风楼城顿时声音变得公式化起来 教导主任把事情给风楼城一说 啊 抱歉 给孩子送点吃的 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情 现在有个会走不开 我让管家去学校一趟 这件事你们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好的 办公室里很安静 风楼城的声音 周边的几个人都听得特别清楚 毕竟是风楼城 气势足 说话调理清晰 从没什么表情的拿出手机 开始说第一句话的时候 女老师心中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接下来的等待时间 办公室没什么声音 二十分钟后 办公室的门响了 教导主任等人立马站起身来 进来的并不是风楼城的管家 而是匆匆忙忙赶过来的宁情 他脸上的妆容有些乱了 对不起 对不起主任 孩子给您添麻烦了 宁情连忙开口 一瞥 见秦冉自顾自的坐在一边的凳子上 低头把玩着手机 低声开口 语气很差 秦冉 秦冉没抬头 也没理会他 自顾的低着头 宁情的头更是炸裂 他张了张嘴 还想说什么 这个时候 他感觉面前一黑 多了一道身影 一转头 一个拿着公文包的年轻男人 走了进来 稍微关注点实事的人 对平凡在本市报道上出现的 风楼城的脸很熟悉 对于风楼城的第一把手 李管家 一定也很眼熟 这个平常只是在电视里 跟风楼城一起出现的人 此刻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教导主任的心底一惊 风楼城真的很注重秦冉 秦小姐 李管家先跟秦冉 十分恭敬地打了招呼 这才嘴角挂着恰到好处的微笑 转向了教导主任 递过去一张名片 丁主任你好 我是风家的管事 这次专门过来 处理秦小姐的事情 他跟教导主任微笑着握手 周围没人敢吭声 女老师早就吓得一脸苍白 脸色一黑 额头的冷汗浸了出来 喃喃地开口 秦冉明明告诉我 他们不认识的呀 主任 如果没我的事 我就先回班级了 秦冉朝着他们点点头 就朝外面走 整个办公室里 除了李管家 没人敢吭声 宁晴接了秦冉的电话 怒气冲冲地来到学校 现在已经呆了 只是愣愣地 看着秦冉的背影 又看看跟教导主任说话的李管家 头脑嗡嗡直响 像是第一次知道秦冉一般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